朋友们好啊 2022年的9月24号 我们继续说国史 我们说过了 1966年67月份 毛主席的行踪 说了 韶山滴水洞 神秘的11天 说了11天里面 少言寡语 沉思默想的 毛主席 说了毛主席沉思默想的 一部分的 结果也就是 写给江青的那封信 我们说了这封信的来龙去脉 那么 毛主席 是7月8号 人在武汉 给江青写的这封信 那么接下来 毛主席不说在武汉有两次 外事活动 其中有一次就是亚非作家会议 就叫什么叫亚非作家会议 对 就是这样的一个外事活动 在这个期间 毛主席又做了一件 极富象征意义的 举动 干嘛呢 毛主席 横渡长江 畅游长江 不是横渡 是畅游长江 1966年的6月16号 年近73周岁的毛主席 在武汉畅游长江 本来呢 这个活动呢 是既定的 不是毛主席 那天吸血来潮了 然后说领大伙去游泳 不是 那天本来就是个既定性的活动 什么呢 就是这个亚非作家会议 不是召开吗 然后到武汉 然后毛主席会见他们 当时呢 这个湖北和武汉 当地的过门 就说哎 我们搞一 正好夏天 我们搞一次横渡长江的比赛 这样的话 就是这个 也是这个 庆祝一下 这次亚非作家会议的举行 就这么着 毛主席听说 那我也去游泳泳吧 毛主席就在这个 湖北城里的书记 王仁仲的陪同下 好好的 着实上好好的 酣畅淋漓的 畅游了一次长江 嗯 那么 王仁仲 对此有过会议 王仁仲他写日记啊 这湖北的人都喜欢写日记啊 哈哈哈哈 王仁仲有日记 他写说 五千人的渡江表演完毕之后 我陪主席 下江游泳 下江游水 一个小时多一点才上船 主席的身体 精神 都很好 这是 1966年7月16号的王仁仲的日记 嗯 那么 当然了啊 任何人解读毛主席的这次 畅游长江 都是一个结论 就是毛主席这次不仅仅是一次锻炼身体 哈哈啊 这次游泳是一次极富象征意义的活动 嗯 万众瞩目 甚至海内外都瞩目 为什么呢 大家知道啊 六十年代初开始 毛主席就彻底的到了二线了 啊 一线工作交给了刘少奇 邓小平这些人 所以毛主席那时候的出境率很低 哈哈哈哈 曝光率不高 嗯 然后呢 那么多年 基本上也就是逢年过节 毛主席的像上人民日报头版 嗯 然后呢 毛主席有什么重要的指示 或者开什么重要的会议 毛主席有什么讲话 可能出出面 啊 报道报道 没有什么 这个对于毛主席来说 啊 这几年之内 啊 就没有什么让全国人民 这个 这个欢欢喜喜的 啊 让全国人民为之 喝彩的 那个 毛主席的 啊 极富个性的 他的活动 嗯 哎 这个终于 文化大革命 啊 全国已经开始乱上了 啊 正值这个1966年的仲夏 毛主席忽然间 出现在了武汉 来到了长江边 并且啊 这个一气游了一个多小时 游了几十华里 啊 然后留下了那张 最著名的照片之一的毛主席的那幅照片 啊 穿着白色的那个 那个 那个那个那个 那个睡袍啊 然后 精神绝朔 红光满面 啊 在那个 长江那个船上 跟 这个这个这个游泳舰而面招手致意 啊 并且发出了 到大风大浪中去锻炼成长的这样的号召 嗯 所以这是一次极富象征意义的活动 那 这是毛主席一次极其特殊的这样的一种形式 那出现在全国人民眼前出现在全世界人民的面前 嗯 那第二天的报纸大肆的报道 嗯 嗯 于是呢 毛主席的这次游泳 嗯 最后就形成了这样的一句政治口号 叫做跟着毛主席在大风大浪中前进 并且成为了几十年如一如一日 直到今天 还依旧年复一年啊 都要举办的这样的一个 武汉的标志性的这样的一次活动 嗯 一场活动 只不过呢 呃 像66年那次那样的政治意味 呃 越来越大了 越来越大了 啊 今年夏天武汉搞没搞 肯定是搞 7月16号 正常每年的7月16号 呃 武汉都要祭奠这 这这这毛主席畅游长江 嗯 已经成了武汉市的文化 武汉文 武汉文化的一个极其重要的元素 嗯 那么呢 说这个 所有的人都读出了毛主席这次游泳的象征意义 嗯 那么 象征什么呢 毛主席通过这次游泳 向外传递了一个什么信号 那么起码有两条 第一条 就是告诉全世界人民 当然 也是告诉全中国人民 说 我的身体很好 大家不知道 六十年代出国大名之前的时候 在党内经常有一些个那么黑风 刮一些个黑风 啊 经常有些小道消息不静而走 给大家的感觉就是毛主席的身体 江河日下 一天不如一天了 很多人 所以那时候很多这个各省市的一些领导人们又有机会见到毛主席了 哎 都是那种那样的眼光 激动 幸福 啊 之外 都有那样的一种眼光 什么眼光呢 就是 怎么样老人家这身体 都画着一个大的问号 跟毛主席在一起的时候 那么毛主席的这次活动明确的告诉大家 就辟谣 这等于就是集中的一次辟谣 嗯 当然这些个小道消息谁传出来的 这些个什么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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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恶意的这些谎言 这个始作俑者是谁 编出来的 他的源头出处是在哪 啊 他是在这个中南海呀 啊 他在怀仁坛呢 还是在这个福禄区呀 你还是这个景山后街嘛 谁谁家呀 这就不知道了 这就不知道了 哈哈 那么毛主席此次一亮相 以这样的姿态 游了一个多小时永 游啊 以这样的姿态亮相 就告诉大家 我的身体很好 啊 毛主席离开韶山的时候 不跟湖南省的 这些领导干部说吗 我要带领你们长征了吗 是不是 你长征得有好身板 是不是 哎 毛主席告诉大家 我的身体很好 完全可以带领你们 啊 做 此一搏 什么呢 文化大革命 嗯 完全可以领导你们 领着大 领着你们 把无产金 把无产金 大命运动 啊 搞起来 推进 推向前进 啊 推向深入 并且求的这场运动的正果 这是毛主席传递出的 第一个象征意义 那么第二个什么呢 也是他 身体力行 向全国人民 做的一个表率 尤其是给中国的青年做的一个表率 什么呢 毛主席要告诉中国的青年人 你们要经风雨 见世面 你们要在大风大浪中 那 成长 不要做温室里的殃苗 要经得起风浪 在大风大浪中去锻炼自己 锻炼自己的意志 锻炼自己的身体 锻炼自己的品德 才能够只有如此 才能够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尽情到底 这个意味呢 是非常非常浓厚的 非常 那么 毛主席这个举动 当时把全国人民给幸福坏了 真是幸福坏了 毕竟全国人民还热爱毛主席 是不是啊 那发自肺腑的热爱毛主席 所以看到毛主席73岁高龄 身体如此康健 那能不高兴吗 于是这个毛主席发动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这个 这个社会基础 那不就更深厚了吗 是不是啊 那全国人民一看毛主席这么健康 领着我们搞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搞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 是不是啊 那 是不是啊 那那那 则无旁贷 是不是啊 那得 这这这 这个富勇争先的跟着毛主席 是不是啊 哎 高兴之余 全国人民是高兴吧 高兴之余 然后这个 出于对毛主席的热爱 出于真诚 所以呢 这个 为了毛主席的永远健康 希望毛主席能一直这么健康下去 林彪当时不是在中央的是在北京有一次会上不是说吗 说医生都说了啊 毛主席的身体非常好 按照现在毛主席各项身体指标 毛主席活一把二十岁没问题 啊 当然这东西都出于包括林彪在内的全国人民的这发自肺腑的愿望 但是呢 愿望是愿望 科学是科学 哪怕伪科学或者是这个民间无数倒数 看谁用 所以那个时候全国人民高兴之余 也都这个为毛主席能够永远健康下去 那这真是出毛发策啊 献祭献方 祖传秘方什么的 哎那时候那这事特别多啊 特别多 真的是发自肺腑的 这个 出于对毛主席的无限的热爱 这个 谁 七文宇不就讲过一个故事吗 七文宇说文化大命期间 江西龙土山 那道教名山 国大命期间龙虎山有一个老道 不到在龙虎山里修行了多少年的一个老道 他就 送给毛主席 做自己做的这个长寿丸 这他自己起的名 他做的药 他说他叫长寿丸 哎就然后这个这个这个就 通过各种渠道啊 反正就是真就送到了中央办公厅 说到中央办公厅呢 肯定就能到毛主席 毛主席来了 这个 还随着这个药 还有他的信 信中特别诚恳 告诉这个这个 有关领导 甚至可能就直接告诉毛主席 说我这药 是真有效 是真有效 我为什么给他叫长寿丸呢 他真有效 我为什么把这个东西送给毛主席呢 因为他真有效 比如说我 我这几十年来 我就靠这个药活着的 我现在已经活了九十多了 你看我的身体多好啊 这老道真是啊 他活了九十多了 那时候 那个时候就九十多岁 他就说吃这药好 他就把这个药就献给了毛主席 哎这药的中央办公厅肯定不敢带慢吧 还真就跟毛主席说这个事 拿给毛主席 毛主席 彻底的唯物主义者 是不是 他我想对这个老道的这份心意 毛主席一定是领了 一定是领了 但是呢 对于老道的此举 包括所谓的这个长寿丸 毛主席就是父之一笑 毛主席笑了笑 毛主席说我才不相信这些东西 是不是啊 这个自自这个 这个这个 这个从秦始皇是不是啊 就开始上上泰山讨要去是不是 就历朝历代的皇帝们多少 那么炼丹是不是啊 寻遍那么外水千山是不是啊 四处动员 寻找长寿的那么那个秘方什么的 哪个皇帝那么 这这这这这这生年过了百了 是不是啊 所以毛主席他不信这些东西啊 不信这些东西 然后这个 人毕竟拿来了嘛 毛主席的意思就是我不信这些东西 跟王东兴说 你们你们你们看着办 相机处理一下就行了 哎 这王东兴可是如获之宝 给毛主席的东西 毛主席不用 然后呢 告诉我 让我来处理这件事 这王东兴动了小心思了就 哈哈 王东兴动了小心思 七分语说 从毛主席那出来之后 这王东兴 这这拿着这药回来之后 哎 不得了 忙不爹呀 啊 拿出这个药丸子 哎 就开始了 自己在那咯蹦咯蹦的 就在那嚼上 自己先吃上 王东兴 哈哈 自己一边吃 哎 因为可能是一个包装啊 自己一边吃 啊 然后跟看 一看七分语在旁边啊 跟七分语说 吃吃你也吃啊 还劝七分语吃 啊 七分语那时候也应该是 少壮派 也是年轻气盛啊 啊 人七分语说 七分语说我可不吃这东西 啊 万一这里他妈有毒 吃坏了怎么办呢 哎 七分语的警惕性还挺高 啊 但是呢 从这点来看呢 他就属于在中枢行走的时间 不长的原因 他就不老不辣 不江湖 不是啊 人家王东兴说什么 王东兴听七分语说 怕这东西有毒 王东兴说 王东兴你这个书呆子你 给毛主席送的东西 他敢放毒 他敢有毒 哎 你看看王东兴 然后一边嚼着一边嘲笑着七分语 个书呆子 书呆子 七分语是这么说 说我怕里面有毒 我不吃 但七分语呢 中办副主任 他不敢跟他的老大 中办主任的王东兴 实话实说 其实七分语在回忆录里说 他说他心里吧 他把他盘算着另外一件事 另外一对话 他不能说出来 他说什么意思呢 他心里想的是 你说他妈 这是老道给毛主席送来的东西 是不是啊 毛主席也没 毛主席就说让你相机处理就行了 毛主席也没说让你 把他率先处理到自己肚子里的去 是不是啊 主席也没说让你吃 你怎么就吃着呢 在那 哎 你还不仅这个 王东兴在那 咯咯咯咯咯 自己在那吃 中办副主任 8341部队 中央警卫局的局长 8341部队 这个 这个团长 张耀辞 刚读完他的回忆了 张耀辞也看 说这好东西 张耀辞也过来 在边上也跟着 王东兴一起 咯咯咯咯咯 就开始吃 哎 张耀辞是活了多大忘了 但是我不知道这个这个这个药到底好使不好使 没准这个药可能真挺好使 啊 王东兴活了一百岁啊 朋友们记得吗 哈哈哈哈 啊 王东兴前16年吧 16年去世 王东兴活了整一百岁呀 啊 王东兴 是不是吃了这个这个药的原因呢 哈哈哈哈 啊 啊 这不得而知 啊 不得而知 我觉得对这个问题呢 还是取毛主席的态度 啊 还是做一个唯有主义者 哈哈哈哈 对这种东西还是一笑了之的好 啊 一笑了之的好 这什么意思呢 说的就是 那个时候全国人民是真热爱毛主席 你说啊 后来他妈的飞毛 反毛的时候 从怀想团四千高干 一直到那妈的这个右派公知 啊 说毛给毛主席说的 说毛主席的一大罪状 就是毛主席搞个人崇拜 啊 你这么说 我发现说 文化大名之前 就起码说就是 六七月十六号毛主席畅游长江 之前 七月十七号人民日报报道 在这之前啊 毛主席已经几年之内 真的是身举简出啊 真的是不大漏 后面不大出镜了都 而那时候活跃在前台的呢 是刘邓鹏 这些一线的领导人 毛主席就是想给自己再搞点个人崇拜 他都没机会 你是二线推二线了都是不是啊 而恰恰相反 如果你们要是真有魅力的话 你们要真是有思想 德行都到了 所有的东西都到了 你像刘邓鹏这些人 那是有十足的机会搞自己的个人崇拜 是不是啊 大权独揽 任命的省委书记都可以自己就一拍桌子就定 连毛主席招呼都不打 那个时候你说刘邓鹏 这场平常想搞个人崇拜的话 那是不是那太方便了吗 是不是啊 县官不如县官 是不是啊 那为什么毛主席放手了 让你们在一线干了那么多年 你们怎么就建立不起来你们自己的个人崇拜 怎么文化大命毛主席一挥手 全国人们一起来 你们一个个就这么 毕业分随避水池 满街红绿走经旗 毛主席的有所思理 你们不是这么写 怎么一打就倒呢 个人崇拜 个人崇拜 不是搞出来的 全国人民对于毛主席的个人崇拜 有没有 有 绝对有 我就崇拜毛主席 我不仅崇拜毛主席 毛主席和毛泽东思想 是我的信仰 有多少朋友毅然呢 毛主席是拉过我的手啊 还是亲过我的脸呢 是不是啊 主席去世的时候 我还是个懵懵懂懂的幼童 人的伟大 你是靠自我包装 是包不出来的 我们这四十年 改开四十年了 是不是啊 邓小平从那么改开 从那么七千恢复工作到死二十年 你让全国人民崇拜崇拜你啊 你也让全国人民崇拜崇拜你啊 你都做得太上皇了 是不是啊 那想搞搞个人崇拜不太正常了 你搞得起来吗 伟大 伟大不是自己包装出来的 尤其是 中共的第一代领导人 尤其是毛主席 几十年 中国革命与建设 风风雨雨 生死存亡 毛主席的伟大 毛主席这个核心 那是中国共产党人 和中国人民 在血与火的斗争中 自然而然的建立起来 对毛主席的崇拜 毛主席的魅力 甚至是与生俱来的 所有的马苏伟博说的 超凡魅力行领袖 是不是啊 人家就有这魅力 你羡慕基督恨 他也没有用 刘耀奇这个王大明之初的时候 王大明搞 搞王大明之前的 六四年六五年的时候 刘耀奇不是在场合 有些场合不都说过吗 说毛主席不就我们共产党里人的皇帝吗 这话他都说过 酸酸楚楚的 毛主席给了你一切 搞个人崇拜的条件 你搞啊 你搞得起来吗 你搞了 你也确实搞了 毛主席都帮着你搞 毛主席下令 五一十一 人民日报头版两个主席的下 尺寸都一样 毛主席下的力 中国两个主席了 毛主席要吹 要在全国人民面前 在全党内 吹刘少奇 帮着刘少奇 树立个人为行 帮着刘少奇 建立起人民对他的崇拜 他没办法 年年上大学 年年不毕业 这种泥 他就是扶不上墙 那你有什么办法呢 个人崇拜 不是搞出来的 分享到这 明天我们继续 谢谢大家